头条开讲提到开会员咯 邀请您加入会员 加会员支持头条开讲 一起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华文新势力 拜登呢他特别 在这个美国海军学院的毕业典礼 他有这个致辞谈话 结果在27号这天呢 他在致辞的时候 他讲了很多 你可以感觉得到 他真的是处处的针对中国大陆 因为他说呢 我们现在美国 正在经历一场专制与民主间的全球斗争 自由社会正受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以及中国大陆海上扩张的威胁 所以呢他就对着学生说了 哎呀你们这些学生啊 将会是我们民主的代表跟捍卫者 捍卫国际通行规则 特别是在印太 要确保南海以及其他地区的航行自由 看到这边的委员 你知道他就在讲 你们这些学生 你们啊很重要 未来十年是决定性的十年 你们要保护好美国人民啊 所以你们要做好一件事情 就是要确保南海和其他地区的航行自由 而且他甚至还谈到了说 他接到习近平 大陆领导人对于他的这个当选啊 给予祝贺就在电话上面还谈了很多 强调的是说是恭贺你当选 但是呢独裁统治才会赢啊 他特别讲到的是独裁 独裁统治是什么意思呢 独裁统治将统治世界 因为民主太花时间了 这有可能吗 来委员 拜登要怎么去保护美国人民的安全 或者要怎么去维护美国国家的利益 这个其实呢 只要不太侵害别人的利益 影响别人的安全 其实我们都乐观其成 也没有什么好讨论的空间 但是拜登他说 当时他刚当选美国总统 习近平打电话跟他自贺 然后自贺啦 习近平竟然脱口而出 跟他讲说 独裁将要统治世界 独裁将赢过民主 这样听起来 习近平在跟人家恭喜 是不是像是250一样 有可能吗 有没有可能很简单 我来读给他听 习近平当时致电给拜登的时候 在美国的新闻上 有大幅报导说习近平讲什么 那讲的内容呢 你是现在去找危机百科都还在 所以我把危机百科里面 当时美国政府所讲的 习近平讲的内容 习近平说 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不仅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 而且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希望双方秉持不冲突不对抗 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 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 同各国和国际社会携手推进 世界和平的发展的崇高事业 这个就是美国人新闻上面所报道的 现在你到危机百科上还找得到 有哪一段话是独裁即将迎胜过民主 独裁即将统治世界 所以我是觉得拜登 我奉建你们美国这伟大的政客 要保护美国人的安全利益 最重要就是你美国的政客 不可以随便说法 虽然我们知道说 你们经常在教小孩子说 美国的国户华盛顿 砍掉了一个樱桃树以后 被他爸爸骂以后 赶快去主动承认 这是一个诚实的表现 虽然后来有历史学家 吃饱饭没事干净考证一下说 这个故事是假的 那如果是美国的开国的国务 华盛顿连这种故事都假的话 那后面的美国总统 讲假话讲谎话 就不以为其了 然后拜登 你好不容易当上美国总统 你是不是继承美国说谎话的传统 用谎话架构起来政权 是不会持久了 因为始终会被拆穿 那接下来王毅说 哎呀美国这个什么三观不正 他讲得很客气 美国人听懂三观我很怀疑 是不是要找赵立坚来讲 会比较直白一点 什么世界观中国观 美国人不懂这一套 美国人他只听得懂拳头 他基本上是美国的教育 所以拜登想要跟这些海军官校的毕业生 用谎言让他们去仇视中国 换句话说就推动一个仇中反中抗中 即使讲谎话也没关系 那难怪啦 以前不是动不动就说新疆种族魅诀 新疆强迫劳动 现在联络国派出一个高级专员 其实高级专员正式的翻例应该是权权大使 跑到新疆查个老半天 有没有没有啊 那怎么下来啊 是啊所以这个难道说真的成为刚才这个蔡委员所讲的 美国总统拜登会对着这些海军学院的毕业生致辞的时候去说谎吗 或者为什么在当时习近平在祝贺拜登当选的时候 美国那时候都没说 然后是现在拜登才说出了这一段 那现在说出来这一段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好这个研究美国政治的专家在这里严老师 所以你觉得美国总统拜登难道他现在是在说谎吗 那为什么一定要讲这么一段呢 不过我觉得习近平即使这么想 在一般外交的这种恭贺的里头不会讲这些话 是吗 这个是根本就是我觉得是你完全 尤其是民主政府搞不好民主选出来的人 还会讲这种话 比较威权统治的国家在这种讲话方面是非常谨慎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太会发生 那我倒是觉得拜登自己应该去检讨 你到海军这边官校去讲这些话 第一个你说南海的航行自由航行 要保护要确定 但是问题在这里就是说到底中国大陆到现在为止 有没有阻扰过任何的自由航行 就是说我的意思比如说假使他今天控制了 比如说过去像英国控制苏伊士海峡 苏伊士运河那边有曾经党过 对不对 然后我们看到索莫利亚的海盗 在这个雅丁湾 这个没有自由航行了 这个是有 甚至在我们讲说马来西亚这边 马六甲海峡也有自由航行的问题 那今天有没有任何船只经过南海 被大陆打劫了 或者怎么样拦下来 好像还没有发生 反而是美国自己在雷根总统时代 不让尼加拉瓜出来 在他们的港口布了水雷 那这个才是你违反别人的自由航行 所以老师您的意思是说 他说中国大陆海上扩张 那到底谁在扩张呢 难不成美国或西方国家 那我们就不讲他 他觉得我既有的我已经在那里了 你现在你开始成长 就是我上次做的比喻 我本来就有豪车了 可是你不能有豪车嘛 那这个是我觉得可以这样 勉强可以看 但是第一个 有没有实际破坏自由航行的例子 你要拿出来 这第一个 第二个 你在那边讲这个 好像这个自由航行法 结果美国自己不加入国际海洋公约 那你讲了这么多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我一直认为这个是 美国常常自己忘了去检讨自己 然后就讲出一些话 结果大家只要把这些 正确的历史拿出来看 是没办法看的 那另外刚刚我们提到这个 民主维权也好 独裁也好 我觉得现在看起来 其实就是你要讲 就是大家讲说比治理 不是 what form of government what kind of governance 就是你什么样的治理 我觉得大家要的是有效的治理 可以受到监督 甚至是能够不贪腐 能够做得很好 我觉得大概这是老百姓要 为什么新加坡 很多人向往 因为新加坡治理的很好 所以我觉得 现在以后我们 像我自己教非洲政治 已经没有意思 再用民主跟威权来分 我们现在是用看治理 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真的 好 换句话说回来 其实不要说是美国总统拜登 在不断地在强调的 中国大陆的威胁 他一直视中国跟俄罗斯为威胁 所以呢 强调在印太 要确保什么南海 跟其他地区的航行自由 要确保印太地区的安全 以免是受到中国大陆的威胁 这个是拜登一再再强调的事情 就算是参加一个学生的毕业典礼呢 面对这些海军的毕业生 他依旧是非常的强调 不过另外一头 其实我们看到在最近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他的这番演说 不也是如此吗 那么他也特别谈到 就是中国对国际秩序 是构成严重的长期挑战 好 但是呢 你看到他们这个连番这样的说法 大陆外长王毅呢 那么就说话了 他怎么讲 他说美国现在是三观严重偏差 而这三观指的是 世界观 中国观 中美关系观 他强调说 大陆领导人习近平提出了 共建一带一路 全球发展倡议 安全倡议 都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支持 那么美国却坚持要抱着冷战的思维 沿袭着霸道逻辑 那已经成为动摇国际秩序的乱源了 根本就是推进国际关系 民主化的一个障碍 那他强调的是说 中美关系不是美国设计的零和博弈 甚至他说 很愿意 中国很愿意 公平的来比一比 看看是中国还是美国 谁可以把国家治理的更好 谁可以为世界做出更多的贡献 对 就像刚刚严老师讲的 要比 我们就来比 看谁会治理 那不就得了吗 是不是 来 汤老师 我先想一下拜登的这个事 我觉得他不是在说谎 他是因为压力太大了 他开始想象 他想象说 哎呀 将来啊 将来一定是你们赢 我输了 所以说他才把他这个真正的心里的话 把它讲出来了 这是我的解读了 否则的话他怎么可能讲这种话 这个你太 等于说自我贬低你的身份 对不对 你贬低人家 等于说是贬低你自己 是因为你这个太离谱了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再讲这个王毅的这个事 我们先讲这个 这个布林肯 他的这个演讲 他的演讲 我把它归纳成三个重点 第一个是批判 第二个是结盟 第三个是合作 批判中国 你刚讲了一堆 说什么都是中国的部队 你们这边 你们的这个 什么南海的航行 什么这些东西 还有这个两岸 说什么又是军机 什么的 都是你们的 都是这个中国的部队 所以他第一个就是批判 第二个呢 就说在拜登这次来了 然后呢 就结盟 就跟这些国家来结盟 可是他说呢 我们是维护我们的原则 不是针对你的 这种话谁听得进去 最后呢 是说 因为譬如说 你们这个中国的这个 碳排放量 全世界28% 那非跟你合作不可 那当然还有什么COVID 还有什么疫情啊 什么的 所以我们还得要合作 意思就是跟他原来 原来讲的这个 最早讲的 这个又是有竞争 有斗争 有合作 这个其实是 可以说是 如出一策 好 那这个讲完了 那当然你说 从王毅的角度来看 这个当然是完全扭曲了 对不对 意思就是说 今天你美国所讲的东西 是当然就是 因为你们西方世界 长久以来所创造的 这些规则 国内的也好 国际的也好 什么自由民主 什么的 都是你们创造的 可是为什么一定要 我们来遵循 现在问题就出在这里 意思就是说 你创造的东西 其实你留给你自己就好了 你为什么要叫那些 亚非拉全世界 那个非西方国家 都要跟你一样 因为你想想看 你像非洲国家 他自己三餐温饱 都已经很难维持 那你还要去叫他讲民主 还要叫他讲自由 还要讲国际规则 那这个东西 你根本就是强人所难 那所以我觉得王毅讲的这个没有错 我们是站在另外一个角度看 老师那我听一下 所以是不是因为也认为就是说 大陆有自己的主张 那认为布林肯讲的话 太偏差 不正确 不服这个三观 所以呢 在微博上面 中文版的演讲全文是被封锁的 就是说其实你可以看到那个图 但你点进去这个内容 就显示暂时无法查看 对 是没错 那这个就意思就是说 因为你批判的东西 你太偏差了 你跟中方的这个角度 跟中方的这个立场差距太大了 那你这样子的话 那你当然你在中方 中国内部会引起 引起分扰 引起分乱 那所以说他屏蔽 我觉得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也还是有道理的 那至于说你对这个 这个中美关系 那中美关系 那当然你现在 我刚刚讲了 你根本就在围堵嘛 你根本就在结盟嘛 那你当然你中方你说 那我还可以说 我还拍手欢迎 这不可能的事情嘛 那当然中方 他当然有他的这个立场说 我绝对的 你要围堵 我要突围 然后呢 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我再来跟你来较劲 你比如说跑到这个南太平洋 对不对 等于说你在下围棋 那我也在下围棋 那我们看看 我们两边到底 谁能够最后得胜 那所以我想说 美方现在 我们刚刚谈到了很多 意思就是说 尤其像拜登讲的那些话 他就觉得说 他们自己好像现在呢 这个美国的这个信心啊 好像一直在动摇当中 意思就是说 他看到你这边 发展这么快速 而且呢 你现在你的这个结盟 或者说你的这个盟友啊 也越来越多 那所以说他心目中好 就确实好像 有一点点心虚了 我想是心虚之外 可能心急吧 十年嘛 关键的十年 一直在讲十年啊 未来的十年 如何如何啊 中国大陆要超越了吗 所以美国紧张啊 那现在就要拉朋友 拉朋友呢 进朋友圈的 不就印度吗 那印度现在其实呢 应该也蛮高兴的 其实那个你看 很多东西啊 我要 其实搞不好 美国都会愿意给 但是现在呢 你要搞印太战略 是不是 那印度现在呢 也要发展国防 他的8月15号 是印度独立 75周年纪念日啊 那他的航母呢 是维克兰特号 服役 是预计要服役 那要下水服役呢 服役之后 要展开所谓的 舰载机磨合训练 预计2023年 形成完整的 作战能力 不过也有人提到 说他其实现在呢 看起来也有一些问题哦 包括他的续航力差 还有包括说 在高速航行状态之下 有明显的纵遥 会影响船身的稳定性 以及航速等等 所以不晓得 这个委员怎么看 其实印度很早就有了 航空母舰 他以前就跟俄罗斯啊 买过航空母舰 那这个是他们所谓的 国产航空母舰 当然有人讲说 他还是跟很多国家 买了很多零组件 来组配 那基本上算国产的 也OK啦 也可以接受 这个航空母舰 目前大概大概四万多 排水量四万多顿 航空母舰 大体上分成四万顿级的 六万顿级的 跟十万顿级的 美国的航空母舰 不管是正在建造中的三艘 或者已经在服役的十一艘 通通是十万顿级的 算是比较超大型的航空母舰 那中国大陆现在好 有两艘 据说还有一艘建造 大概都是在六万顿到七万顿 算是比美国航空母舰更小一点 那印度这个 早年他有两艘航空母舰 一艘大概两万顿的 一艘是跟俄罗斯买来 大概是四万顿 现在还在服役 叫超日王号 那现在这一艘航空母舰 当然名字很难记 它的意思就是胜利勇士号 但他第一艘胜利勇士号 你可以看到印度的文章里面说是第二艘胜利勇士号 IAC-2 以前有个IAC-1 第一艘胜利勇士号只有两万顿 也是早期好像跟英国买的 那他早就有双航母的训练的一个经验 所以从航母的运作来讲的话 印度海军算是经验相当的有 所以当然没有像美国 英国等等那么强大 不过你想说俄罗斯也才一艘航空母舰 法国也才一艘 英国才两艘 那英国的航空母舰也是六七万顿级的 所以整体来讲 他现在自己国产 当然要稍微庆祝炫耀一下 以前我有航空母舰 虽然我也曾经有过双航母 有一艘已经航 2013年退役了 那至少我做出来 那这艘盖的是很久了 因为2013年还曾经下水过一次 终于是轮到印度秀肌肉的时候了 是不是 他们早就有肌肉了 这个是以前的肌肉是买来的 这个肌肉是自己做的 所以他刚刚讲说 他2011年下水过一次 2013年下水过一次 那下水好像不太理想 回来修修改改等等 那最近又说我要正式服役 不过建载机还没买到 不想要买这个大防风 还是要买这个阵风 还是要买这个俄罗斯的那个直升机 因为这个算是比较小型航母 同时可以大概在三四十架的一个战斗机 还有几十架的直升机 是双用的啦 但是好不容易已经在那边 羞羞补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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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 现在说可以下 其实跟拜登的印太战略没有关系啦 没有关系 因为他们早就排成的时候 大概是疫情过后 就要拿出来秀一秀 那也只是四行而已啦 你说这个时候 马上就有很多的建载机 在上面飞来飞去也不太实际 因为他还在跟美国啊 法国啊讨价还价 看他买了一种飞机 但是印度的工业系统 的确要撑住这种国产的 是有一点的困难 那以前跟这个应该说 现在超路的网号是跟俄罗斯买的 俄罗斯买的是空船 跟当时中国到辽宁号 一样是空船 然后再跟俄罗斯买很多东西 来组装组装组装 那大概总共才花了15亿美元 其实这个价格在当年算是偏高了 那现在自己在坐这张船啊 大概预算已经膨胀到40亿美元 再下去也不堪负荷 赶快往海上推一推 也是一个办法啦 所以我觉得印度这条路 也走得很辛苦 但是也很令人钦佩啦 像我们台湾这个浅建国造 你看敲锣打鼓几年 还没看到个影子 某种程度来讲还是值得钦佩 但是绝对跟拜登什么 什么四方安全对话没有关系 不是喔 可是光是看到这个讯息的时候 你还会联想对不对 岩老师还会想到说 是不是因为这个拜登 这个招呼大家 所以呢这个莫迪去了一趟之后 也要来呼应一下美国的这个印太战略 它的印太政策 我同意委员讲到 就是说印度是一个 在印度洋等于东西都 就是一个半岛嘛 那它是一个海权国家 也应该就是一个比较很重要在海上 它必须要有很强大的海军 那所以有一个航母 其实这个自己国内要发展航母 以它的人口量来讲 我觉得这个不为过了 就是比如说台湾今天自己要做航母 就有点离谱了 就是我们这样子的这个能力 跟我们的人口数 跟印度的来比 就是虽然我们经济比较好 可是对不起差太多了 所以印度做一个 我觉得这个完全是可以接受 可以而且期待的 而且印度自己的软体的工程师 什么这些都可以 所以应该是靠着国外的一些 印度裔的回来帮帮忙 也应该都做得出来的 那所以真的就不要把它想到 跟印太战略一定有关 印度是一个自己蛮 对自己还蛮骄傲的一个民族 他们总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聪明 因为他们数学确实是很好 所以他们也觉得这个东西要发展 他们是可以做得到的 那我相信就是未来会慢慢有改变 就是让这个我开玩笑讲 就经过锻炼以后 你身上的清水就会变鸡汤了 就慢慢会比较好一点优秀 是不过现在美国要积极拉拢印度 或甚至其他的西方国要拉拢印度 这是事实 所以在此同时委员我们看到的是 印度跟谁成为最大贸易伙伴 印度最大贸易伙伴 现在又不是中国大陆了 而是美国了 在印度最新公布出来的一个数据 是2021到2022的财政年度 美印双边贸易达到1194.2亿 1194.2超过了中印的1154.2 那多出来的这个部分 到底是为什么 为什么美国会超越中国大陆呢 那这是一个持续的一个趋势 还是说这只是一个短暂的现象呢 印度媒体又说 印度其实正在崛起成为值得信赖的伙伴 全球企业在减少 只靠着中国大陆获取供应商品的情况 现在想要多样化 所以呢 甚至还要分流到像印度这样其他的国家 那所以呢 现在不断的强调的就是 印度现在好像也想要分散 他的贸易伙伴 所以难道会变成说 美国会成为未来印度持续的最大贸易伙伴 这有可能吗 第一个印度的贸易体量并不大 你看跟美国贸易才1000多亿 进出国家1000多亿 那台湾大概台积电几个皮箱就有了 那那个他跟中国大陆1000多亿 其实体量都很小 总量也许蛮大的 但是跟每一个国家来往体量都很小 那在以前 他们是要会计年度 不是从1月1号到12月31号 他从7月1号到7月3月这样算了 然后他有个特色 以前第一名前几段时间 都是中国大陆贸易量最大 第二名就是美国等等 但你要知道 这一次美国超过中国 成为所谓最大的贸易伙伴 你要看他到底什么原因 你看到原因你整个傻笑 为什么 因为印度跟美国买了大量的石油 跟液化天然气 总量没有增加 但金额增加了 为什么 因为价格涨了 变贵了 所以他说你看 我对美国的进口量增加了 所以我总贸易量是不是增加了 没错 这个到底要高兴还是烦恼 我也不知道印度人怎么想 另外的 印度卖给美国东西 的确 这个量也增加 然后金额也增加 那主要是什么 他增加最重要的一样 就叫药品 什么东西 因为美国的新冠肺炎太严重了 各种药品 这个不管是感冒药 你咬咬什么东西 包括疫苗本身的前端的制剂 也在印度做 大家不要忘记 全世界生产疫苗最大的国家叫印度 印度的药品工业 几乎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 原料工业 比如举个例子 台湾或者中国大陆 这种所谓基础的抗生素的原料 通通是印度生产的 那理由在哪里 理由是有很多的药厂跑到印度 去生产这种药品原料 那因为这种药品原料 如果在美国 或者在台湾的话 大概很难通过环和标准 但是印度的饮用水的标准 是恒河的标准 所以他们对环保的标准 也是恒河的标准 恒河的标准 对 因为恒河干不干净 大家心里有数 是是是 所以变成说 很多的药品 都集中在中国 在印度生产的 包括中国大陆的抗生素 大部分在印度生产 那你现在 为什么都在印度生产 因为很多外商在那边投资 对 印度自己投资很多 那因为环保标准很松 所以容易 因为印度它 你知道一个药出来 通常不是有专利时间吗 大概17年 印度很会搞学民药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它很会分析西方这些药 分析完以后 它只要拿掉一两个成分 然后补充一两个 不相关的东西 它就可以在市场上卖 所以印度跟巴基斯坦 譬如说我做非洲研究 他们是非洲最大的药 那非洲碰到艾滋病很严重的时候 欧美的药太贵了 可是印度药救了他们 所以印度在这个药上面 是一个很重要的 因为它太会分析药的成分 所以它还有价格优势 它价格实在是优贵 就是说它现在是卖回美国 学民药大概比较难卖回美国 但是原料就在印度做了以后 就卖到美国 那这段时间美国新冠肺炎也很严重 各种药品缺量太大了 包括疫苗也是一样 所以印度就帮他们做这些药品的原料 不是成品 然后回销给美国的这些药厂去炼制 这是第一个 所以它对美国出口量大增 表示美国新冠肺炎也很严重 那第二个就是美国这个国家就是 如果有污染东西让别人去做 它就出口的石油 异化天然气到印度去 然后炼制成成品 然后再卖回美国去 这段时间价格上涨了 所以它的整个买卖量也增加了 那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高污染的 所以以前美国如果有高污染东西 就丢到中国大陆去 那这几年来中国大陆不太吃这个钱 因为环保标准提高 对 但是在印度的规模就扩大了 所以你从这个结构上你可以看得出来说 印度跟美国的这个贸易量超过中国 这个到底是喜还是优 我还是搞不清楚 一则以喜 一则以优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这是长期趋势 难道我们希望新冠肺炎一直长期下去吗 这是很吓人的一件事情 还有大家会期待说石油价格永远涨上去 不再回来吗 这也挺吓人的一件事情 这都不是好事情所产生的 但中国大陆跟印度的贸易量 基本上是很固定 比如说买工具机 印度大概是跟中国大陆买 不太会跟台湾买 为什么台湾就比较贵 中国大陆量大便宜 那有很多的生活物资 跟中国大陆买 所以他们买卖就会相对比较稳定 那这种项目都是稳定的持续的 都是必需品 可是你说如果当疫情减缓 那可能针对跟美国的这个进口的这个贸易 应该说对美出口的部分就会降低 对 然后如果说是 石油继续涨的话 那贸易量会增加 那也会增加 对 所以还是在看这个 那这些都是会波动的一些短期因素 好 所以是不是真的是看长 那答案就很简单了 好 谢谢这个委员 那回来我们再讲 美国现在当然了 就是要救经济 救经济的同时呢 你现在看到的是美国自己本身 真的压力很大 美国现在国商日 大家要吃烤肉 烤肉季的时候 大家赫然发现 肉品好贵 牛肉鸡肉的价格 频频在创新高 4月底碎牛肉 应该就绞肉了 绞肉的这个成本价一磅4.9 疫情之前还不到4块钱呢 现在已经快要到5块了 鸡胸肉成本价一磅4.1 但你知道疫情之前大约才3块 所以真的都涨了 而且涨幅都不小 今年4月食品价格 你看看 跟去年同期相比 已经涨了快一成了 这甚至已经成为41年来 首见的最大的涨幅 哇 那现在大家压力如此之大 那唐老师 那美国自己现在面对的这种 说实在的 这种数字 小老百姓就很有感了 对不对 绝对有感 是 就一般的这个工薪家庭 现在都已经 必须要 降低他们的这个生活品质 而且降低到 已经快要到临界点了 这里面当然我讲的说这个原因 最早就是从这个 新冠肺炎开始 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 这个 它的整个的这个供应链 就出现了缺口 出现了锻炼 是 那你这个一锻炼 一缺口的话呢 就造成这个物资啊 物资减产 物资减产的话 那当然 物价就上涨 嗯 嗯 然后再加上这个俄乌的战争 对 这个一来 又雪上加霜 嗯 加上这个能源啊 美国也不是说完全 它没有进口 它还是进口的 嗯 是 那加上这个能源 再加上这个 啊 粮食的这个 这个涨价 就使得美国现在 面临到 我看 很多都是 前所未有的 这种通风 意思就是说 它涨价的这个 幅度 是要超过以往 所有的这个情况 那所以呢 现在呢 美国的这个 老百姓啊 我看 它现在是 确实是 已经面临到了一个 非常非常 这个 困窘困窘困 贫困的这种情况 是 那你刚刚讲了说 啊 这个各方面的这种 物价 都在上涨 这个里头 根本的原因呢 是说 你的这个 原料 以及你的这个 能源 嗯 这两项 基础的 或是基本的 这个 啊 他们的这个生活的 这个 资产品 而且可以说是 他们生活的 最重要的啊 这个 这个 一个 一项原料 是这两项东西 一涨了以后呢 就把所有的东西 全部一起带起来了 嗯 那所以呢 现在我看 这个短期间 他们真的想要 要把这个事情 要把它啊 按捺下来 确实很大的困难 现在他们在考虑了 嗯 对中国的这个 啊 这个 这么高的这些税收 是不是要开始 要调整了 我觉得这一点呢 啊 在美国呢 好像已经形成共识 而且拜登自己也讲 嗯 他说他上次在 好像在日本就要讲 是 他就说哎 我们要考虑一下 说对中国的这些关税啊 对 我们是开始要 要松绑了 嗯 那这样子的话呢 可能还可以硬硬急 那可是呢 我看长期下去呢 这个问题 还很难解决 这个就跟 这个俄乌的战争 这里 到底要拖到什么时候 这里就有 非常紧密的这个关联 对 郭主持人 你自己是留学美国过 是 所以你应该知道 我们在美国的时候 就是美国的那个 其实到超市去买的 这些grocery啊 对 肉啊菜 不会比台湾贵啊 原来 现在贵很多了 那然后再加上 原来汽油很便宜啊 我最近听到的是 就是说我朋友讲 说洛杉矶不是 加州开了一家 最新的八方云集 嗯嗯 排队很多人 是啊 他说你进去 看那个manual 最低价格 是10块9毛9起跳 对 那就是等于是 接近400块钱 是是是 起跳的 那300多块 我们就想 我们在台湾 大概也不会有这个价格嘛 他说现在在美国 就是你如果外吃 外食啊 是 他说那个小费 就可以在台湾吃饭了 对不对 你想想看 东西上涨以后 小费也跟着比例上涨 对 尤其是像这种加州啦 纽约啦 这种高消费一点的 tax都比较高一点的 这种州 那就是都非常的明显 尤其像 老师刚刚讲的是 这个云集像 水饺锅贴啊 这样的点锁店 那我其实呢 还有很多的朋友 亲戚啊 他们都在那边生活着嘛 然后就说点那个 你知道现在台湾不是都有那种 比方一碗80块的一个豆花 然后上面点三个甜点给你配 对不对 你就觉得哎呀 其实还可以啊 就是说现在价钱啊 差不多百元有涨 那边不是啊 那差不多台币折合起来 算起来280 就是那样一样的东西 对 对然后还未必一样好吃 是所以那你怎么解释呢 就是消费这个物价就是差很多 刚刚我还在跟委员讲 我说一个朋友啊 他就是这两天 在周末的时候做菜嘛 然后去华人超市买那一把葱啊 就一点点的啊 以前是卖四毛钱美金 然后他这次去看一块钱美金 那你看已经超过两倍了 两倍多 然后你看光是讲这个吃的 住的也受不了 这个现在租金也很高啊 说有四成有调查 美国有调查 美国有40% 连租都租不起房了 因为你买 已经大家都知道买不起嘛 租也太贵了 那租金又涨 所以后来呢 只好回家当啃老族 就回家 就跟爸爸妈妈挤一挤 这真的没有办法 所以这个现在生活压力 确实是很大 我觉得这个其实现象 已经有二三十年 可是比例越来越高 美国以前我们听到说 18岁成年 爸爸把你踢出去 小孩子也巴不得赶快离开 然后他们打工啊 租个房子也可以过 那可是大概从 就是90年开始 其实已经慢慢就不行 特别是那个 上一次那个金融危机之后 多少人回家了 而且一回家以后 爸爸妈妈说 赶都赶不走 这就已经没有办法了 那你也没办法赶他们走 因为在外面快活不下去了 太贵了 对对对 所以我相信现在状况 可能又持续了继续 对 不过讲到这个物价 我觉得这个全球的物价的压力 真的都非常的大 这个委员 等一下呢 当然我们还会有广告 可是我是注意到说 泰国跟越南 说现在可能也不要让这个大卖 是不是要这样子出口 可能也要有点限制 控制 要控制 现在变成大家都在保护主义 就粮食都在保护主义 所以你看 这个其实是一个蛮严重的问题 偏偏如果说 像有天灾啦 旱灾啦 美国最近怎么了 这个新墨西哥州 Arizona Nevada 八个州 现在呢 还有什么 山林火灾 延烧了七个星期 你看像巴西 还有豪雨来袭 也是造成这个灾情 所以各地都有这样子的天灾的话 我想对于农作物来讲 真的会是一个不好的警讯 不过呢 我们要回来讲一下 台湾现在跟美国说 是不是真的诚如CNN的报导 台湾没有在IPF的第一批里面嘛 那所以未来几个星期 尤其在六月 是不是真的要谈判了 要强化中美之间 这个美台之间的双边贸易跟经济的关系呢 那么有知情的官员还透露说 要深化贸易关系 所以内容暂时不变说明 可是到底能够谈出一些什么来 谈不知什么东西 至少可以做大内宣嘛 可以宣传遍遍台湾的老百姓 这不是民进党政府擅长的伎量嘛 第一个 其实参加印太经济架构 对台湾里面有什么好处啊 因为印太经济架构就是 大家想办法去想各种奇奇怪怪的花招 看能不能来对抗中国大陆的供应链 就这么一件事情而已啊 就是美国要的就是这个事情 美国会突然间大发慈悲说 我们签个印太经济架构 那你们大家卖给我的量要增加 我跟你们买的订单也会加大 你想太多了 那个关税都不肯降 因为现在美国的国内是一种 川普散起来以后 散动起来以后一种很大的情绪 只能加关税 不能降关税 你加关税就是我会失业 所以你一定要怎么样 要加不断的加不可以降 大概是有这种心情 关税只能往上不能往下 所以那你这些什么越南啊 泰国啊 你说他们期望什么 当然说你可不可以降关税 让我卖东西到美国去更加方便 更加便宜嘛 不用关税太高的话 我还要去跟日本的 比如泰国米要跟日本米竞争 对不对 也很吃力嘛 所以整体来讲 这个口会死不至 那这些国家为什么要参加 说好说逮 美国也是他们 大概第二大或第三大的贸易伙伴嘛 那你偶尔他要扮流水席 你不去出席也不给面子嘛 何况他拜登总统 需要做做样子给美国老百姓看 那你去在那边做个宾客 给那点面子也理所当然嘛 何况第二大第三大也不小啊 那只要不得罪第一大 大概就OK了 但他们不会笨到说 我去为了第三大 第二大的客户 我去得罪第一大的客户 大概没那么笨 不划算啊 不划算嘛 所以做做样子可以 这是第一个 那台湾啊 台湾即使没有 没有参加这个宴席的话 在门外排回 美国叫你排东 我们就排东 美国叫人排西 我们就排西 台湾不管是国民党执政 民进党执政都不会有例外 我们是最乖的 因为我们不敢动辄得救美国人生气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那再来 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原因在里面 以前我们跟美国是有签了一个FTA 但这个FTA不是自由贸易协定 不是 是我们可以定期来谈判的一个架构而已 那以前美国都不跟我们谈啊 他说我有瘦肉精的牛肉你也不吃 我有瘦肉精的猪肉你也不吃 所以一直都不跟我们谈 一直叫我们配合 做这个做那个 那好不容易我们都吃了嘛 那总该可以来谈一点说 双方面正式坐下来谈 所以他现在愿意正式坐下来谈 是因为我们开始吃他瘦肉精 所以你不用开玩笑 也不用太高兴了 改天他一算一算中 研究他说 你今年瘦肉精吃的太少我不跟你谈了 问题是我想吃吃不到 因为没有一家告诉我 他这个是有瘦肉精的美国牛肉 你要是说的没错 美国猪肉他没有告诉我 他怎么会告诉你呢 老师告诉你呢 对不对 所以整个来讲 现在邓振宗说跟戴琪可以聊聊天 基本上也是因为我们愿意吃 他的瘦肉精猪肉 那瘦肉精牛肉早就在吃了嘛 那现在能够谈什么东西呢 美国愿不愿意跟我们签这个 双边的自由贸易协定 我跟各位讲没想 为什么 因为你一个没有关税下降的 可是关税下降对台湾有利啊 对美国不利啊 那请问你 现在美国哪一个政客敢这么做 所以台湾别想 那顶后签一个不着边际的一个 好像台湾很有地位的一个协定 可能会出现 我们台湾跟新加坡签自由贸易协定 你说我们台湾新加坡 之前有什么可以买卖吗 没有啊 我们跟纽西兰签的是纽西兰赚便宜 纽西兰的什么牛肉啊 什么那个奶粉啊 乳制品啊 都免税到台湾来 对不对 所以还有水果啊 那所以整体来讲是我们吃亏的 我们也跟那个奇奇怪怪的国家签了 一点都没用嘛 可是真的最大的贸易伙伴 我们现在台湾最大的就是中国大陆 美国日本嘛 跟日本签的都赔钱 为什么 日本从来没有对台湾顺差过 没有让我们赚过钱 我们从来没有顺差 我们一直在逆差 所以你跟日本签的话 你等于关税要退给人家 我们弄得笨啊 可是我们跟对美国还有一点顺差 所以跟美国签会赚到一点钱 跟美国才不让你赚这个钱 所以这个约能不能签得下来 当然签不下来 所以只能签一个假的 可能会互相骗人 没有关税的 就继续骗骗大家 互相骗税 好来 但是这个东西骗不了人了 我们继续要来谈谈 美国的枪击案 这个严重性 来我们要请汤老师 来帮我们看看了 美国总统拜登跟他的夫人呢 特别特别亲自到了德州 到那个发生枪击案的这个校园 去针对这个罹难者的家属们 慰问致意 表示哀悼 那当时在现场呢 有民众对着拜登就高喊 Do something 你做点事吧 那么拜登呢 其实当场也有回应说 会做something 会do something 好 那但是现在呢 其实一方面 事后开始检讨了 警方处理了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延误攻坚 美国司法部要调查了 因为呢 为什么会是警察在外面 还要等将近一个小时才进去 击毙这个枪手 那这个呢 其实问题就大了 所以美国的媒体相当的关注 认为说这个要好好的调查个清楚 但是在此外 我们来看这个惊人的数据 是枪支死亡 枪下亡魂 跟轮下的亡魂 大家来比较一下哪个多 枪下的亡魂多啊 美国CDC有个统计是2020年 美国4368名 19岁以下的儿童与青少年 死于枪支 等于10万人就有5.4位了 那么其中 杀人占所有枪支死亡的是 将近三分之二 不过呢 车祸死亡的是4036人 还不如枪支死亡的多啊 所以这个枪支死亡情况 是多么多么的严重呢 你可想而知 那现在大家就说 那就来查吧 枪支是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呢 该进枪吗 还是应该怎么做 那么现在呢 你看哈 川普27号 特别还去了NRA演说 说应该要让正派的人 拥有他们需要的枪支 来防卫自己 以免遭到邪恶攻击 说民主党是试图利用这个悲剧 去妖魔化涌枪的公民哦 然后川普还说 应该在这个时候 已经是要训练老师 怎么样在教室里面持有 并且使用隐蔽式的枪支了 所以老师应该要用枪 这个是川普他想表达的诉求 来老师 这里面啊 这个美国这个枪的这个问题啊 这个严正生他在美国很多很多年了 我们从外面来看啊 这个根本就是一个无解的问题 跟他那个黑白的问题一样 根本无解 意思就是说他跟这个政治的层面啊 就是枪支的这些厂商 跟他的这个政治层面的啊 这些纠葛啊 太深太深了啊 升到现在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来加以撼动 加以修改加以改变 这里面啊 我们看到了一个是川普 一个是拜登啊 他们两个是差别在哪里呢 一个是说我要管制枪 一个是说我要管制人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我是要从枪来介入 来改革呢 还是说要使用枪的人 这两个情况 那各持一词 你说像这个拜登的话 因为当然啦 你说这个民主党 民主党当然他是比较 觉得说这个枪的问题比较严重 那像川普的话 他是觉得这个人的问题比较严重 那如果说我们把人的问题处理好的话 你枪越来越多 或是枪超过 他美国现在枪的枪支的这个数字 要超过他的人口 等于说一个人一点一支枪啊 那所以说呢 到底你要怎么来做 我是觉得说现在啊 因为有了这些犯罪的案子出来了以后呢 大家来热闹的来讨论一番 讨论一番以后呢 又全部又回归原点 因为这个问题啊 这个已经是长期的问题了 已经不是现在才爆发的 那只是说他们每次都说 Enough enough 够了够了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 应该要怎么样 然后叫拜登说do something 他说我们会 那但是他可以 他也可以做什么 可是他能够做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可以做到的事情 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你譬如说 你说要管制这些 这个头脑不清楚的 或者说这个 有心灵上这个欠缺 这个创伤的人 让他们没有办法来这个 拥有枪支 那你这个当然你可以立法 当然可以做得到 可是你在执行面 你能够彻底的执行吗 我觉得根本不可能 是好 但话说回来 你看哦 现在哀悼有什么用呢 拜登 拜登这一次是去了德州 那你别忘了 其实在月中的时候 当时还有一个Buffalo 纽约的 纽约的也是一个悲剧 结果呢贺锦丽 你看拜登去德州 那我贺锦丽就来一下 纽约州的水牛城了吗 我就来参加一下受害者的葬礼吗 没有用嘛 你光是哀悼有什么用呢 然后他说 针对枪支的管制的方法是禁止攻击性的武器 那攻击性的武器是战争武器 在公民社会当中没有一席之地 讲这些有什么用 没有人想听啊 你们就是做点事 但是能做什么 那你看现在大家有如惊弓之鸟 枪击案会不会再发生 有人说还会吧 因为就在德州的这个校园 枪击案没有多久 你看West Virginia 25号的时候就有人当街要开枪的这个刑案发生 开枪的这个37岁男子 他拿了AR-15的半自动步枪 朝一群参加party的民众开火 现场刚好有一名女子呢 她有枪 当场就掏了枪 将这名开枪的37岁男子给击毙 然后警察就说 哎呀还好这个女子反应够快啊 及时阻止以免发生大量死伤的悲剧 可是呢就吓坏了 29号你看才没几天哦 马上在纽约的这个Brooklyn 有一个巴克莱中心 当时有一场拳击赛事 结果竟然就传出什么 有枪手的传闻 结果是一个乌龙 可是你看大家一听到巨响 不知道以为是枪击 仓皇逃离 造成一共18人受伤 结果警方告诉路透社的记者说 没有啊没有枪击事件没有枪支 可是大家当第一时间以为是枪击案 然后当时在场 还有一位日本的女往前求后 大阪直美 事后还推文说 实在是被吓呆了 吓坏了 所以杨老师 你看这个情况 那种情绪 多么的高张 可是这些政治人物 或者你要说政客也行 他就只会告诉你说 是我们要改变 我们要阻止 我们不能再让悲剧发生 川普讲他的 拜登讲他的 然后呢 我在想 刚刚汤老师讲的也是一样 就是说 你今天美国 刚才讲到德州 是不是以后 就是像台湾 你去应征小学老师的时候 也稍微看一下 你的射击技巧怎么样 就是你要有 有没有 我们现在是看你 有没有打两剂 或打三剂 这个 那以后看是你有没有 有涌枪的执照 天哪 老师你太幽默了 反抗 不是这个是真的 然后你以后 办大型的国际活动 这个公关公司 帮你办的时候 先问他们 你们的这个 是不是都有配枪 都准备好 万一有什么事情发生 我觉得美国就变成是 这样一个 汤老师刚刚前面讲 美国两百多年了 你的文化 应该是改变了 就是你从蛮 蛮荒的西部到现在 可是涌枪这件事情 这个心态没有改变 我觉得就是美国 你说他今天发展到现在 说民主什么社会 什么等等 19世纪 确实美国国会 还有人拿枪进去打人的 20世纪 现在21了 美国已经离开了这个 可是你的文化里头 为什么还存在这个 那我觉得这个是 比较大的问题 那涌枪 是枪还是什么 那共和党常常讲的 他说 Gondon kill people people kill people 枪不会打死人 是人打的 是人的问题 不是枪放在那里 枪自己就找到人了 所以他要处理人 好 那假使今天 这是你们的主张 同样啊 那你今天可以做更多的 background check 对不对 川普讲的说 让好人 可以来保护人 其他的自己 那好人哪怕被查 你没有前科 你没有用药 你没有毒品 你没有精神的问题 当然你可以用枪了 没有问题 但是问题是 你为什么不让其他人 可以做更多的 背景的调查 然后才能够让他们 买到枪 不是那么容易 在网上就可以买到枪 隐私的问题了 我觉得 隐私的问题 当然是隐私 那现在问题是 你今天 为了谈这个隐私 那美国今天妇女权的 这个堕胎权的隐私也没有了 所以美国人是非常矛盾 很矛盾 一方面又就是强调隐私权 一方面在这个议题上面 民主党就没有隐私权了 共和党在那个上面 就没有强调隐私权 可是在拥有枪支 就要有隐私权了 我觉得这个是永远矛盾的 是啊 所以最近台湾吵的 最热门的一句话 是很多孩子走了 好 在台湾会有人争议 就那到底要多少的孩子 才叫做很多 很多孩子走 那是因为所谓的 新冠的疫情 大家谈这一句话 但是呢 在美国那就不用争论了 因为真的很多孩子走了 那现在说 你到底是要什么 你要拥有枪支吗 拥有枪支 但是不能够滥用 要合法的使用枪支 所以到底应该怎么样去管制 又重来回来谈 偏偏德州有枪级武器的制造商 弄了一个这个广告 这广告一PO出来的时间 就大家一看 发现 你看我先讲 这个我们稍微用马赛克处理 说持枪应该要从小训练 这个枪级武器制造商 用这样的诉求 来作为广告 这不是引起众怒吗 当然会啊 尤其是在发生枪结 校园的枪击案之后 而且 这个广告一PO出来的那个日期 委员刚好就是那个 德州的那个校园枪击案 那个凶贤 他满18岁生日的时候 他去买那个AR15枪的那个日子 所以大家就觉得很愤怒 天哪我们现在是什么 我们现在是要保护孩子 不是要保护的是孩子 不是要保护武器 你知道 结果现在大家说 都弄反了 那这样是要讨论到什么时候 那在讨论的过程当中 你问题都没有解决 但是人命会不断的在流失吗 很多孩子走了 但台湾跟美国一样 很多差距的政客 永远不会走 比如说对台湾很支持 我们当然很谢谢 这位美国的参议员 很有名的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 他就是勇枪大将 那我们仔细调查一下 全世界会允许民间拥有枪支的 不外乎三种国家 第一个是因为内乱 那刚才教授讲说非洲 很多民众都有枪 我们可以理解 第二个正在战争中的 那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 那第三种既没有内乱 那也没有内部有发生 什么外敌侵略的 只有一个国家是允许永枪 那个国家在美国 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国家 这当然跟美国的文化 都很关系 但是我是觉得 不管支持永枪的人 或者是反对的什么对人 他们都在讲假话 比如举个例子 你说拜登敢讲说我要进枪吗 没有 也不敢 他只能讲说 什么要更严格的 这个那个那个 对不对 攻击 枪的攻击力不可以太强 等等 我是觉得他们到底怕什么 而且他上次还说 叫国会做什么 对 他自己不做什么 他叫国会做什么 他只会玩什么 他没办法做什么 那这个川普也很离谱 川普讲说支持 用那个枪械协会 枪械协会是很大的势力啊 支持枪械协会怎么样 要去对人下功夫 因为只有精神病的人 会开枪杀人 那这个 刚刚有一个女子开枪 打死一个枪手 搞不好被他们宣传 你看吧 就是我卖枪给你们 您才避免惨案啊 这个简直是 还好他有枪 可能就会拿来这样说 所以美国这个 像汤教授讲 这根本是无法治疗癌症 中天观众有好康 就是请你上快点购 买这个乌化器呢 送水神是一举两得 当然我们现在有推出了 三种好康的组合 有效帮你保护起来保护家人 那么防疫不能等 赶快上快点购来买 要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CTI108就有折扣了